中国古代版放羊的孩子 想必各位同学都听说过放羊的孩子这则预言吧 这位孩子贪图一时的快乐 失去村民的信任 最后自己养的羊都被狼吃掉了 哎 一想到这里 我就想起我们的大王也是这样 哎 我宠爱的包姬都进宫那么久了 从没见他笑过 寡人都封他为皇后 伯父为太子了 他还是没有给寡人一个笑容 若是有人能斗包姬笑 寡人必定重赏千金 大王 微臣有个建议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来人了 蝶火 不好了 浩金那边燃起狼烟了 糟了 糟了 哎呀 王上有难 快快准备出兵 大王 大王别怕 有我们在 敌人 目前在哪 敌人 哈 哈哈哈 包姬笑了 笑了 太好了 各位忠心的诸侯辛苦了 寡人只是想确认一下狼烟是否有效 今日一戒果然十分有效 没有敌人 各位请回吧 周幽王为了斗包四一笑 常点燃狼烟 使得诸侯疲于奔命 然而这时 父亲 王上为了包四这个狐狸精 废了我的后卫 也取消旧儿的太子之位 您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 什么 太过分了 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于是 神侯联合犬戎 一同攻打浩金 周幽王健壮 立刻命人点燃狼烟 向诸侯求救 哼 这次我们不会再被骗了 唉 周幽王 风火系诸侯的结果 虽然获得短暂的欢乐 最后却导致国破身亡 周朝的兴衰 也因而改写 执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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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